擦干法兰西大球场的泪水 让一切不愉快的记忆随着秋风留在1998年的夏天 时光还在不停地奔走 罗奈尔多还要踏上新的征途 22岁 罗尼已经承受了超越年龄的期待和压力 22岁 等待罗奈尔多去征服的东西 还有很多很多 98年世界杯之后 当罗奈尔多再次穿上国家队的战袍 日历已经翻到了1999年的夏天 因为在刚刚过去的一个赛季受到伤病的影响 罗奈尔多直到最后一刻才重回桑巴军团 走上了巴拉圭的土地 第二次登上了美洲杯的赛场 7比0大胜委内瑞拉 就在人们怀疑罗奈尔多是否完全摆脱伤病的影响时 他已经把皮球两次送进了对手的球门 对阵致力 罗奈尔多的点球帮助巴西1比0获胜 给人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 却是第85分钟突然降下了大雾 仿佛在一瞬间 球场上指尺之间如同相隔天涯 主裁判终止了比赛 而作为当时巴西队队长与裁判协商的 正是罗奈尔多 于是有人说 也许这是上天故意在罗奈尔多为数不多的国家队队长时刻 留下一分特殊的印记 99年美洲杯 巴西队的华丽与酣畅令人惊叹 罗奈尔多的锋芒也一如往西般的犀利 附赛面对老对手南美禁旅阿根廷队 利万尔多颁平了比分 罗奈尔多则为球队锁定胜局 越过了最强对手 接下来便是海阔天空 罗奈尔多已经站在了自己的第二座 美洲杯奖杯的面前 决赛的战场上 乌拉圭人期待着1950年的重演 1995年的重现 但当利万尔多独中两元之后 乌拉圭队已经无力回天 第47分中 罗奈尔多的进球把比分锁定为3比0 巴西队的夺冠堪称众望所归 罗尼也与利万尔多并列射手榜的第一位 那一天 彭杯时的罗奈尔多没有了两年前那种澎湃的激动 而多了几分淡定与顽皮 也许美洲杯的舞台对于他来说已经太小 他要走向更高的山峰 这是罗奈尔多最有名的一段广告 一年多以来 罗奈尔多近乎完美的表现 让他成为了巴西 意大利 乃至全世界的足球英雄 无数世界知名的品牌 竟相邀请他成为自己的形象代言人 各大工艺组织将罗奈尔多视为健康 阳光最好的代表 嘎那的星光大道上 罗奈尔多的手摩和众多影视剧星一起 熠熠生辉 就连罗马教皇也将罗奈尔多赠送的球衣 视为真品 而在饱受战争之苦的地方 罗奈尔多将足球的快乐和自信带给人们 当数千人为这位足坛奇才欢呼 甚至忘却了身后的硝烟的时候 还有什么能阻挡那时的罗奈尔多所散发出的魅力呢 与此同时 在国家队和俱乐部的双线作战的重要性 也让他开始陷入桑巴军团与蓝黑军团的纠葛当中 99年11月 巴西与澳大利亚的两回合友谊赛前 国际米兰俱乐部表示 罗奈尔多只能打第一场 而倔强的巴西队主教练卢森伯格则表示 如果不打第二场 干脆第一场也别上 于是 在友谊赛开场前48小时 罗奈尔多从澳大利亚回到了米兰 而就在十天以后 他便开始了那段几乎毁掉自己足球生命的伤病噩梦 在友谊赛开场前48小时 所以我会有点子